各位大家好,去到PPJPP系列的溫波2012 既然在DSE第一年的考試中,總共有11題 有哪些題目大家要注意呢?我們逐題分析一下 第一題其實是一些配對,是關於血液細胞的功能 所以當你溫習的時候,其實你可以溫溫血液細胞的功能 而當年考生的表現都沒問題 但到第二題你又要留意 第二題其實主要是問滅蚊的運作 記住生物學原理去解釋運作 第二題,一些比較新鮮的題目 就叫你用生物學的知識去評論一下 其實那幾種方法的優點和弊端 反而這方面或者問法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究竟那個作答的形式是怎樣的 接著就去到第三題了 第三題裡面去問些什麼呢? 第三題其實過去會考CE裡面都有問過類似的 其實就是叫你用木質部、印皮部 接著去比較他們的結構 OK? 但是主要其實會考的年代裡面 都會有著重去問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的支持 如何作出那個作用 所以當你溫習的時候 要留意一些既定的字眼 你要寫到 例如草本植物的 你有一些字眼 你要寫到 例如硬張度、膨張度、細胞壁加厚 那下去提供那個硬度 或者細胞壁哪個厚哪個 這一方面你就要注意 因為其實呢 這條是常問的問題 OK? 好了,然後呢 就去到第四題了 第四題就負責了很多人 而這一題呢 你要留意的是什麼呢? 其實這一題是別以為 那個二叉式檢索表 你中一讀過 但是呢 真的考考那個形式 要去到這麼深的 就是你要掌握到 那個檢索表的限制 和檢索表的功能 你是要溫溫的 OK? 這方面的資訊 其實你的教科書裡面 沒有刻意強調去問的 所以你真的要溫溫清楚 究竟那個檢索表的限制 和那個功能 所以這條題目呢 是值得溫的 OK? 好了,然後呢 就去到第五題了 OK? 第五題呢 是一條很經典的題目 而你的教科書 或者你的輪子裡面 沒有刻意對它說的 它要你去表達一下 究竟那個 光合作用 和呼吸作用 那個線下面積的重要性 OK? 那個線下面積呢 其實我們教科書 或者我們的輪子裡面 其實都有說過 光合作用 但是呼吸作用的話 就會有 靜的食物產生 靜的食物產生的話 就幫助你製造 那個食物 幫助你生長 和繁殖下一代 但是 其實它問到 那個面積的話 其實你就一定要 一定要作答到一件事 其實你看到這裡 我問你 這一個 現在和斜線間的面積 那個生物學的重要性 反而你是要掌握到 這方面的資訊 第二件事就是 記住 做這條題目的時候 都值得參考 就是日短夜長 日長夜短 秋天 那個 季節的情況 或者這樣說 例如夏天的 夏天是 日長夜短的 但是冬天是 日短夜長 這些資訊 其實是要幫助你去答問題 而當年 A-level 這些作答的技巧 其實你也是需要去掌握的 所以這條題目 是極具參考價值的 第五題 好了 然後就去到第六題了 第六題 我都覺得 其實如果你溫習的時候 你真的要掌握一件事 其實考生 在會考 或者去到DSE 我都會看到那個情況 就是 那個計算 能量流的能量計算 很多同學都不太掌握那個計算 還有第二件事 可能 在教科書裡面 當中的學習 基本上同學都可以處理到的 但是 面對那個題目 在不同的場景裡面 究竟那個能量流的理解 我相信你要放多些時間去掌握 所以我覺得這條題目 你都要掌握清楚究竟那個能量 第二件事 能量流失的解釋 第三件事 就是那個可能 那個 生產者 初級消費者 能量百分比 為什麼會低於那個數值 那方面 那個數字上的理解 反而這條題目 真的問到那個精要 所以這條題目 值得去看看 好 然後 接著就去到第七題 第七題 其實是一些很standard的問題 基本上 大部分的同學 都會處理到 其實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不過 只是提回你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那件事就是 雖然這些很standard的題目 但是為什麼 你看回考評報告裡面 都是長得得不好 就是那個寫法 那個寫法 那個寫法 那個表達 你要留意清楚 那個表達的形式 這方面 在這裡 我要提提你 因為其實 你看回報告裡面 顯示 其實這些很大量的題目 為什麼他們都未必得到分數呢 原因 他們的總確度 要總確 OK 接著 就去到第八題 就是基因 過去的基因題目 其實回考年度裡面 只有三分一同學 能夠掌握得到 OK 所以去到DSC 的情況之後 你看回這裡 以前那個 第一屆的DSC 它就有得問雙基因 所以落到 這條題目裡面 我想首要的第一件事就是 它叫你 用回滲透的角度 去解釋 縮米的表現形 這裡真的值得1 1 那為什麼呢 剛確之後 就會砸皮 即是那個想法 即是怎樣用滲透 去解釋這個問題 你要留意的 而第二件事 你要留意的 我想是 作答的技巧 即是 那個基因作答技巧 OK 落到這些 都是意識能長的 OK 不過呢 去到第九題的情況之下 這樣呢 這條題目 都極具參考價值的 但當中裡面 怎樣極具參考價值呢 真是一些實驗題 要去印證那個的產物 例如ATP MADH 那些機制 怎樣有些抑制物 怎樣去處理 那方面的東西 這一條 我都覺得值得參考 原因就是什麼呢 其實如果你看回過去的試題裡面 其實呼吸作用 以實驗的形式去問 A是有的 但是DSE相對來說是少的 而這條題目 其實是用實驗的形式去問的 所以這條溫輸的術 記得溫一溫 而去到最後的 真是一條長問題 就是當中裡面 就是講 哇 這個膽 研究一下 那個補充膽 對消化脂肪的效能 OK 那下去 用實驗的形式 去設計 消化脂肪的情況 那首先第一部分 就是這條題目 是需要放些時間下去 去分析那個數據 OK 究竟那個補充膽質 究竟那個成效是怎樣 第二樣東西 設計那個實驗 去直接測試那個脂肪的消化 寫法 大家是要留意的 OK 而當年其實 不是太多同學能夠有效地 表達到那個實驗的技巧 所以這方面你又要留意了 而去到最後呢 那個essay的題目 在2012年 就問了有C細胞分裂 和減數細胞分裂 兩者之間的分別 或者差異 或者對生命延續的重要性 那這些題目 其實是A級年代 都異熟能長的題目 所以其實這條問題都不大 不過你作為溫書管 我都建議你去溫溫 所以呢 中觀而言 有哪幾題 我覺得值得大家去溫習的呢 我想第二題裡面 那個生物學的利弊 挺有趣的 第三題問 那個木質部 人皮部 那個植物細胞 那個草本植物 木本植物的那個支持 檢索表的限制和功能 線下面積的重要性 能量流的計算和理解 那落到去 宿米的表現型 呼吸中的實驗 OK 以及落到去那個設計實驗 補充膽的那個 我覺得 你真是要花時間去看看 那個作答的形式和題目 會怎樣問 那希望呢 在這次PB追PBI裡面 大家大體地 能夠掌握到 其實這一年裡面 究竟 你要掌握什麼技巧 才能夠考上好的成績 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幫到大家手了 拜拜